欢迎回到美多新闻 2024年首届印尼龙石运动联合总会世界50龙锦标赛 于5月17号至19号在亚加大举行 吸引了10个国家的58支代表队 350名运动员参加 此次世界50龙锦标赛负责人黄少凡表示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世界10个国家的58支代表队 350名运动员参加 其中包括印尼 新加坡 香港 马来西亚 缅甸 越南 中国 台湾 泰国和澳大利亚 印尼龙石运动联合总会主席邱昌仁表示 今年印尼的武士运动创造了新的历史 既成为在北苏蒙达拉省亚齐即将举办的 2024年第21届全国体育周的其中一个运动项目 邱昌仁表示 举办此次的比赛不仅是向国际舞台展现印尼的五龙武士 各式为各国运动员提供交流平台 加深彼此的友谊 即保持和谐共处精神 我希望印尼的龙石将来会成为一个每个我们国人的喜欢的一个运动 还有遗落 还有甚至发展到理由 因为龙石是非常特别吸引人家的那个 我希望我们这个五十文化第一届看到这个 印尼的这方面非常用心的在推广我们这个五十的文化 我希望全世界大家都能够看齐把这个我们的五十文化推到全世界 此次世界五十龙锦标赛共分为三个比赛项目 分别为男士争夺总统杯 北市争夺青年与体育部杯 以及龙石争夺国防杯 在17号举行的开幕仪式上 由军警成员组成的首支队伍 参加了第三类比赛 即防卫杯五楼赛